用这个钳表找这个电缆的断点实际演示一下 关键时候掉链子啊 这是我的维修炸作啊 里边不通电了 经过测量呢 这根电源的绿色线出问题了 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这个钳表的ACV功能来检测一下断点 看一下怎么接线的 因为是绿色线断了 然后我们用个火线夹到绿色线上 然后零线夹到红色线上 这一头 你看两根同样接了两根线 接了这个灯泡 接这个灯泡的目击是为了消除感应电 ACV功能 你看这边它是不响的 这条黑线是不响的 然后这边它就响了 看到吗 这边就响 因为这个绿线这是火线 你看 然后呢 一直到这儿 它都响 过来这儿 它就不响了 那很有可能这里 这个头里边出问题了 刚开始以为这个插头里边有问题了 我把插头拆开一看呢 没啥事 现在咱们就验证一下啊 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把这个剪了 把这个拿出来 这里边是不是上太紧了 把它上断了 真没想到这里出问题啊 当时我还是找一个质量比较好一点的 现在估计是这个防水接头这儿拧太紧 把它这儿给压断了 你看明显是这儿断了嘛 看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实战中用这个ACV功能啊 以前介绍这个表的时候 只是给大家说有这个功能啊 看来在实际当中也有点作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